她是国内最受瞩目的话剧导演 茶馆上演后颠覆经典 看不懂的争议 颇面而来 关于什么样的女性是最美的 她的答案惊艳众人 她到底是一位先锋的话剧商人 还是当代最有才 最自由 最不受约束的导演 孟金辉本人会怎么说 记录我们这个时代的Young Face 大家好 我是导演孟金辉 改编经典像是在走钢索 孟金辉在心里早就做好了准备 他对改编担心而又不担心 但艺术就是要冒险的 孟金辉所希望的 就是能够给观众带来新的感动 好的五感氛围 你跟一个小孩说 小朋友 我带你去冒个险 那小孩特兴奋 比如你走这个路 但你带那个小孩那边走 完了以后 那个小孩大高兴死了 那但是岁数大了以后 人变得精明了以后 你说我们冒个险 所有人都会说好啊 但是所有人都不跟你冒这个险 为什么 因为冒险没有安全感 但是在艺术上 往往一冒险 就有新的境界出现 坦白讲 现在的观众 比以前的观众更加宽容了 看得更多了 他们接触的 视觉的 听觉的 还有思想上的这种变化 它更加的高远 也比较深厚 所以让观众 就是平时 他的耳朵 眼睛 鼻子 嘴 和整个的感知 他得是一个健康的 良性的 美好的东西 如果你的环境都没有 你谈何审美啊 孟金辉对整形的艺人 毫无偏见 并不抗拒 关于如何挑选 话剧演员 什么样的女性是美的 他的答案 精彩卓绝 年轻的时候 我去趟韩国 满街都是漂亮女孩 后来他们说 都是整形 我说那也挺好的呀 他们通过自己的痛苦 让世界变得不痛苦 多好 但是现在 我们的演员 都个个都有颜值 不是因为 她长得漂亮 我要 是因为上了舞台以后 演员会变漂亮 就是专注的 女孩 她也漂亮 就是专注 她干一件事 比如她写字 她不会写 她绣花 只要专注 特别美 就觉得太好了 这个瞬间 是上帝给我的一个 最美的瞬间 对于人生 孟金辉始终坚信 是由无数的选择 造就了现在的孟金辉 我还年轻 现在还有未来呢 我还有未来 我是有未来的 就是不着急 还有好多事还没干呢 我觉得如果要用一个词 或者说我更喜欢一个词 我觉得就是顽皮的顽字 这个顽里边有好多辩证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顽的这个字 我挺喜欢的 但对于我来讲呢 我觉得这个时代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在我的认知上面 我认为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 这个时代就是一个什么时代 所以艺术家应该坚信这一点 那么你就要努力的来掌握这个时代给你的所有的资源 然后让这种资源变成力量 再让这种力量幻化到舞台上 然后让这个舞台上充满了你的个人精神的颗粒 然后让这些颗粒弥漫在戏剧场里面 然后感动我 顽皮浪漫都只是孟金辉身上的曲曲一角 他还年轻 还有很多没做的事 戏剧的热情将永远燃烧 不可否认的是 他依旧是这个时代话剧领域值得期待的导演 感谢观看